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健身 今天是2019年 2月7號星期四 那最近找的這一台 MSI 微星的機型電腦 那初步找回來 開機的時候 它會斷掉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它可以進入到這個畫面 然後我們正常啟動Windows的時候 它就會斷掉 像這樣子斷電 本來已經在網路上用零件機 就是故障機 拍賣的方式賣出去 那已經有人下標了 結果它沒有誠信 所以我就想說 好 那它既然沒有要履約的話 那我就來試試看 這一台怎麼做一個處理 等待拍賣這一段期間 有一個網友他來信跟我說 它這一款最常發生的問題 就是像剛才這樣子會斷電 CPU它後面有一顆供電IC壞掉 只要換那一顆IC就可以了 所以我今天反正賣不掉 那我就嘗試來進行維修看看 那我要維修之前 我是有上網去看啦 就是這一台相同型號的它的維修過程 看起來應該是不會很困難 那因為畢竟我也沒有專業的一些檢查的儀器嘛 所以可能就是按照它在部落格上交的一樣 那我先嘗試自己修理它 那反正修理不好 這一台其他的零件還是可以賣 那我當然在網路上也是有持續在賣這一台啦 就是當成零件機賣 那反正在賣的這個過程 我就來嘗試把它的主機板拆下來 先把這個拆下來 這個拆解的講解我可能就不會再持續講了 可能會用快轉的方式 那你如果對電腦拆解有興趣的 可以去看我那一篇拆解的練習的文章 好那接下來我就是先拆解這一台了 那主機板已經整個都拆下來了 那他說的應該是在CPU後面的IC板應該是這一塊 所以我們可能只要換這一塊應該就可以解決了 那拆解的部分就先拍到這邊 那等我去找到這個IC的話 再持續錄給各位觀賞 今天是2019年2月17號星期天 要開始準備練習重新焊接 我都會先去找一個不要的電腦主機板來練習 初步上網看了一下 拆這個要有一台叫樂風拆焊機 那上網去看我也有到殘民街去找 那個價格比較高一點 至少都要兩三千以上 也有一千多塊的啦 只是說那個我是比較不會去買那種品質的機器 想說目前還不是很專業 所以如果買那個到時候用不到的話就浪費錢了 所以我想到以前有買一台這個樂風槍 那這個樂風槍它的溫度 可以到300多度左右 那300多度要拆焊這些IC的話 我想應該是足夠的 所以今天先來練習拆這幾顆IC看看 反正這一個IC板它已經壞掉了 那有時候拆完以後我們也可以練習再怎麼樣把它焊上去 好那我先來練習這個拆焊的工作 好我們先從這個小的控制盤開始拆 好這樣子就把它拆起來了 那下次我們就可以應用在我們需要的工作之上 今天是3月8號星期五 今天要來完成筆記型電腦的電力供應IC的更換 有在高雄找到這種電容 所以今天要把這個拆掉換這個電容 順便有買一台拆焊機 在這邊 這個是買二手的 那老闆他是買來當成備用機的 那我跟他講說他如果暫時用不到的話先賣給我 那問題是這一台我本來要做開箱 結果用到一半的時候 他這個風量控制好像會有一點點問題 所以我打算再把這一台拿回去還給他 看他能不能退費給我這樣子 那反正就是先用看看 那我買的他這個好像彈直電容 他的規格是330UV 6.3V的 之前在網路上看到一位網友在維修 他是用這個取代這個供電IC的 所以有時候他會有正負級的問題 那我可能就是要比照他在網路上的一些做法 那正負級他這邊上面都有標啦 這邊都有標是正級負級 所以等一下要先把這一顆拆起來 我們再來看看他的正級負級怎麼標的 拆焊機我也是第一次使用 之前都是用大型的那種熱風槍 現在是有這一台小台 所以我都會先去找一塊不要的主機板 來練習拆焊 那昨天有練習一整晚了 所以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接下來我就來更換這個供電IC看看 那初步焊這兩顆應該已經OK了啦 那接下來我就是焊其他的 那全部焊給我再一次入北各位看 那總算將6顆都黏上去了 只是說齁齁沾到很肉的 那是說也沒辦法啦 初學者就是這樣 稍微把它幫他清潔一下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啦 我旁邊的IC也沒上到 我阿基都黏起來了 是說黏到比較少這樣而已 我說這樣應該也是ok啦 可以接受啦 就是這六顆 1 2 3 4 5 6 然後他這邊正極負極 這邊是負極正極 那這兩邊都是正極在右邊 左邊是負極 那這邊就是相反 左邊是正極 右邊是負極 你只要連上去以後 最後再檢查看看說 有沒有什麼黏錯方向的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我們焊接完以後 上機之前 我們先來稍微測試一下 看是不是可以正常開機 不然你如果搭好了 沒辦法用你也是可以聽起來 好 很麻煩 好像這樣 基本上這個瓦數應該就 希望不要放它了 然後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沒什麼大問題 然後可以進去電腦了 啟動了 那現在就是看他會不會跑到一半 跳掉 那如果又跳掉的話 那代表就沒有用了 那如果沒有跳掉的話就OK 看一下 他在復規 那我們就等他 那應該沒有問題了 接下來就看電腦後續 會不會有什麼問題發生 目前看起來是OK的啦 因為這個下面是玻璃的 所以比較不用擔心導電的問題 看一下光碟機 OK 這樣全部都OK了 現在就等一段也跳電 因為這個可能需要一點點時間 所以我等他全部 跑到正常的畫面以後 再錄給各位觀賞 那他跑完以後 現在看能不能偵測 直接進入這個window的畫面 那目前跑到現在 都還OK 都還沒有跳掉 好那看起來應該可以了 接下來我就是 再把它組裝回去 先把它進行關機 目前看起來 這樣 焊接應該是OK 那如果有成功的話 這個也是我第一台 自己維修的筆電 不過這個相對 和這個IC 它是比較簡單的啦 你如果像這種 腳比較多的 那個我就不一定會了 所以我是看到說 他網路上的這個 文章介紹是介紹的蠻簡單的 所以我才願意去做這個嘗試 不然比起你電腦刪去的 你等到也是沒什麼價值 所以你如果有辦法 做一個簡單的處理的畫面 應該就OK了 這樣我接下來 這個組裝起來 再測試一下 既然確定沒有問題以後 就可以開始來進行組裝 因為拆完到現在 已經過了蠻多天的了 所以怕有一點點會忘記 組裝的過程中 可能會一邊想一邊組裝 過程可能會比較融長 可能都會用一些快轉帶過 反正就看看就好 終於把它裝好了 整體狀況應該還算不錯啦 那裝回去我們就可以來 嘗試開機看看 那先看看電池有沒有電 還有電耶 不過還是要充電啦 所以我直接把電源插上去 然後讓他去跑看看 那順便測試一下 顯卡銜接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那目前看起來應該是可以正常的進入了 不過還是要先經過一段時間的測試 然後我們先測試一下滑鼠 那滑鼠目前看起來好像沒有問題 過時的Windows 然後過時的喔 他可能要叫我更新啦 那我先稍微稍後再提醒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滑鼠的按鍵 左鍵 右鍵 那目前看起來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滑鼠板也沒有問題 那我們最後來做一個進行跑分軟體的測試 如果他可以到全部跑完都不會斷電 那我這一篇維修文章就算成功了 那因為跑這個分他可能有需要滿長一段時間的 所以我等他整體跑完的時候再來錄給各位觀賞 那我順便來測試一下這個 他的內建的記憶卡 似乎是能夠正常使用 那目前看起來應該是可以的 那我現在先把一些音樂 移植到這個記憶卡裡面 那他如果可以正常跑完 那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那可以正常跑完 那就沒有問題了 那這一台目前測試起來 他是沒有內建無線網卡的 那這一篇可能我可能會等有SSD的時候 我們再來做升級 因為畢竟他機械硬碟了 跑的速度實在太慢了 有時候開機關機啊 再操作一些程式確實是很慢 是i5 M460的 那理論上他的CPU還是不錯的 價值性能級的 所以他還算是有一點點價值的 所以應該不至於說跑的速度那麼慢 不過目前我在開一些網頁啦 或者是看一些影片 或者是做一些Windows的東西 坦白講還是蠻順的 那目前我從上網到現在 都沒有斷電的情形了 那證明說我們這個維修過程 就是更換供電IC 理論上應該是可以這樣子改的 因為我看網路上很多文章 幾乎都是同型號同類型同產牌的下去改 那我也要測試一下我這個電腦的一些音效 那目前音效聽起來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是我自己的影片 那目前聽起來應該是沒有問題啦 那我順便分享一下我自己用的木工桌 基本上有在玩木工的人 他都會去買類似像我這一種的 那大概就分享到這邊為止 那我這篇維修文章 基本上就分享到這邊為止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那敬請訂閱或分享謝謝